啊 终于到了四川了呢 爷 山都不一样了 奇木格站在戒杯旁 伸开双臂 臂眼神呼吸了一下 很兴奋 爷 给我在这儿画一张 记住了 一定要将这个戒杯给画出来 对了 奇木格又朝身后的大山指了指 大声的 那座山也要 九二哥悄悄翻了个白眼 都老太婆了 还以为自己是少女啊 老师眯着眼睛 瞅了瞅四处的景色 行 爷现在就画 现在就画 现在就画 九二哥和奇木格同时问出声 不过接下来奇木格说的却是 那我换件衣服 而九二哥说的则是 他傻活 这前不招村 后不挨店的 这大队人马光在这站着 可不是个事啊 说完 九二哥便装作 不经意地瞄了奇木格一眼 奇木格尴尬地笑了笑 九哥说的对 九二哥一听 便压抑着不让自己不满的情绪流露出太多 这一路行来 蒙古太后就像着了魔似的 每到一处就要人画画 你说画风景就算了 可这个蒙古太后 每幅画里非要有它 而且还喜欢读画 就是自己一个人挤进那画里 也不怕破坏了风景 当然了 读画的作者 自然就是老实了 但是老实还特别喜欢配合 教他画 他就屁颠屁颠地开始闲吧 老实那画技 哎 实在是让人没法赞呢 老实两口子的合画 一般则是由皇孙中 画技和老实有的一笔的 红利家的妖儿老三之笔 老实其他孙子画的 接不合齐木格的胃口 郁闷的他们 都不知道到哪吐槽了 已经写实了呀 怎么还不对呀 最后还是九二哥的话 最安慰人 你们就别琢磨了 免得毁了自己的话技 当然 九二哥其实最想说的是 别和这两文盲计较 反正九二哥 回回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好在齐木格还是有些分寸的 一般都是在安营扎寨的时候 跳着叫画画 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 竟然在大路上就开始闹腾了 简直是适可忍孰不可忍啊 还好 齐木格改口改得快 九二哥再度决定 不和他一般见识 但是老实却笑嘻嘻地坚持着 也没什么 也很快就画好了 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就两个时辰 于是 九二哥就铁青着脸 请老实上马称 此处地势险恶 万一有个什么意外 趁万死 难辞其咎 齐木格向来都很怕死 一听九二哥提及安全问题 便忙不跌得道 爷 你将这锦丝系好就行 一定要系好 然后在打尖的地方 慢慢画 老实偷偷瞅了瞅九二哥 从善如流了 去叫齐木格先上马车 等齐木格上了马车后 老实走到九二哥跟前 摇着头 小声道 小气 忒小气了 然后便不离九二哥 会坐和反应 禁止朝马车走去 九二哥给气得满脸通红 老实什么意思呀 自己可真没有认为 太后要在戒杯前弄个毒化 是在给自己示威 表示不管怎么样 还是来四川旅游了 自己真没这么想啊 九二哥很想拉住老实 好好理论一番 怎么能将自己想成这样呢 虽然蒙古太后 对于进入四川境内的反应 有些夸张 但是 自己的确没怎么朝那方面想啊 阿玉周围全是侍卫 九二哥忍了 给老实留个面子 而老实进了马车后 则在奇木格耳边敲声道 爷今天是要帮你的 你自己打的退堂鼓 不能怪爷 奇木格很纳闷 帮我什么 老实称怪地看了奇木格也 帮你给九哥添堵啊 我什么时候要给九哥添堵了 你别忽乱给我栽葬 我不认得 哄谁呢 爷还不知道 奇木格真不知道 看着老实一脸的坏相 奇木格只好转了个话题 你干嘛想给九哥添堵 你不是最忽着九哥吗 老实嘴一扁 自己想去 老实一路行来 早看九二哥不顺眼了 你画画得好 可你福尽不找你画呀 画得再好也没用不是 有气冲你福尽发去 干嘛老冲我的画哼哼呀 我的画怎么了 又不要你拿回家挂在厅堂上 你鸡歪个啥呀 九二哥哪知道 老实这个小心眼在计较这个 上了自己的马车后 还在不住地恼怒 气愤老实心歪着涨 老实和九二哥就这么别扭地 抵达了成都 老实出京前就下了明指 沿途官员不用接待 衣食住行 老实自己掏腰包 在江南的时候 第一波地方官 琢磨了半天 还是跑了好几十里路 去迎接老实 被老实训了一顿后 给赶回去了 于是 后面准备接驾的官员 只好小心谨慎地 命人搞好治安 场面的事则给取消了 当然 老实住进旅馆后 大家还是要递折子请见的 老实倒也没有权拒绝了 随心所欲地挑了几个人 见了见 勉励了两句 就将人给打发了 有了江南的经验 按说 四川的官员 应该轻松许多 但是 其实各个地方父母官 还都是忙得不亦乐乎的 又是整理街道 又是清查人口 又是严打 又是忙活着 摆弄出一副 欣欣向荣的景象 又是在各个领域 安插托儿 忙啊 真的忙啊 四川官员 心里都在嘀咕啊 真不知道 太上皇是哪根筋不对 竟然想来四川走一遭 数到难 难道没听过吗 不过嘀咕归嘀咕 该做的光彩工作 一个也不敢马虎 所以 当老实一行人 到了成都后 秦牧阁第一个感觉就是 没想到三百年前的成都 也这么繁华呀 前面经过的城镇 秦牧阁没比较 所以只觉得亲切 但却没什么感慨 可到了成都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总觉得这个城市 处处都透着一股熟悉 但却又处处显得陌生 那感觉很难用词汇来形容 老实也觉察到了秦牧阁的怪异 拉着自己兴致 拉着自己兴致勃勃的去了武猴祠 结果 不进祠去缅怀仙辈 却在武猴祠附近若有所思的晃悠 不就是甜吗 有什么好看的呀 那只秦牧阁却冷不丁地说 爷 你看这周围修小酒馆会不会热闹 老实光天化日之下 摸了摸秦牧阁的额头 没发烧啊 看来脑子没烧坏 你问九哥 看他在这修补 城外边修了能有声音 秦牧阁却没由来地笑了起来 是啊 现在这里是城外呢 看了看老实 却不能告诉老实 自己三百年后 有段时间和损友们 喜欢来这附近的小酒吧坐呢 在小酒吧里斗嘴挺好玩的 于是只好微笑 让老实觉得更奇怪了 武猴祠这样就算了吧 秦牧阁还非要去参观草堂 果然到了草堂 还是不进去 却顺着草堂往外走 也不知道在田野间走了多久 冷不丁地就哭了 哭得老实手脚无措 问秦牧阁又问不出个缘由 在其他景点 秦牧阁也怪怪的 反正就是和在江南部一样 九二哥私下问老实 太后怎么对成都一带这么熟悉啊 连莫名其妙的一个小镇都知道 老实想了想 肯定是他事先做足了功课的 所以才这么想来四川的呀 真不知道九哥你和他争什么呀 秦牧阁出来一趟多不容易啊 你还和他争 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九二哥赶紧转身走了 生怕自己忍不住给老实一拳 在成都 秦牧阁让人画画的恶意趣味 不仅依旧不减 反而变本加厉 各个角落都要来张独画 周围的群众本以为 不知道是哪来的火宝 本来准备想嘲笑的 却又见着官府的便衣 在附近紧张地转悠 于是明白了 这火宝肯定是让大家 好几个月都不得安生的贵人 于是只好很纳闷地吵 那地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怎么竟然得了贵人如此青睐 不光这世界的老百姓想不明白 三百年后的老百姓 同样是摸不着头呢 不过游客们还是纷纷地 在秦牧阁读画的风景旁留影 管他什么原因呢 先照了再说 历史学家们可不能像游客这般洒脱 一个个绞尽脑汁 提出了恩中假设 并找了种种证据来佐证自己的正确性 可不论是哪个史学家 也没法解释 为什么出生在蒙古的秦牧阁 会对四川情有独钟 宫廷里不光存了很多副四川的封禁图 而且竟然还下旨 要求大清存在一日 成都古城皆不得随意拆迁 于是乎 成都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古城外 修建新城的城市 其他城市虽然也有很多古建筑 但想找出三百年前的风貌 却是不可能的了 搞得阿巴该部 回回搞旅游宣传 都得恨上成都 太讨厌了 干嘛拿我们部落的秦牧阁 当形象代言人呢 汉居岛就算了 好歹老师和秦牧阁 的确在那住过 可成都不就是去玩了一圈吗 于是乎 还打了场官司 后来还是皇室出面 进行了调解 按说敦庆朝是留下史料 最丰富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期 宫里存下来的画卷 如果要搞个展览 那一天都看不完 但是这个时代恰恰又是 让史学界最头疼的一个时代 敦庆帝的历史功绩 倒没什么争议 可是对敦庆帝的个人评价 却是让人头疼 说他聪慧 康熙帝不是这么评价的 说他没什么脑子 可那犀利的眼光 却不是笨人能有的 说他是城府身 装了个憨厚傻样 去迷惑康熙 可他的形式 似乎又没法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此外 敦庆帝还留了两个谜 让后人打破脑袋也没有想明白 一个是和九二个的关系 在敦庆朝 老师竟然没有在朝堂上 敲打过九二个椅子 一个则是和皇后的感情 从保存下来的画像来看 敦庆帝的皇后 相貌的确贫贫 怎么就独宠后宫几十年呢 史学界虽然没有找到答案 但是民众却按自己希望的方向去解读了 于是乎 任何关于敦庆帝 重情重义的各种电影 皆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当然 敦庆帝的爱情故事 更是受到了女性观众的热烈吹捧 而老公拒绝老婆无理要求时 最喜欢说的一句便是 你以为我是敦庆帝呀